今天是大連初二,也是車工彈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按照傳統 到車工廟為香港求籤 結果求得中籤 記者不只問現在就在車工廟 對了,簽文怎麼說呢? 下方議員,簽文就願意隨舊迎新 指香港有新的景象 只要上下一心就可以繼續繁榮 劉皇發來到車工廟為香港祈福 為香港求得第36籤是一支中籤 簽文所說的就是 民軍曾見舊時無一罪昏迷誰為父 正是今早新釀出 無前兇手有來故 簽文的意義就是 香港市民應該繼續努力 意願未達成的,應該仍需努力 有一個新景象將會來臨 劉皇發就點為香港求得上籤 他說今年香港人要慢慢領悟簽文 而沙田鄉市委員會為沙田求得51籤 也是中籤 香港人嘛,逆境自強甚麼都可以 中籤都無所謂,都是好籤 車工大廟宇鄉火鼎盛 善詩誠誠心祈福 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不過在廟外買風車香燭的攤檔就說 今年加多了鐵馬影響生意 做了十年,今年最差 最差 最難的鐵馬沒人走的嘛 他希望接下來生意好些 可以貨魚輪轉 自至中午已經有超過一萬三千人 來到車工廟參拜 車工廟今天會開放到下午五點半 到晚上十一點就會通宵開放 給仙信祈福 一直會開到年初三的晚上七點 暫時報道是這麼多 先將時間交給方建議 好,謝謝吳子敏 不少家庭主婦朝早忙著買菜 為家人煮開年飯 雖然雞價貴了四成 但仍然有很多人買 陳淑儀報導 在九龍城街市 不少主婦一早就去買菜 他們說開年飯一定要有雞、有魚、有菜 如意新一年風衣足食 去年就拿山菜山山買一買 蔥就聰聰明明 勤菜勤勤勤勤勤 豬手、蝦、魚、橫菜就手 年年有魚 有雞檔的檔主說 今天雞的零售價是40元斤 一隻雞大約要830元 比平日貴了四成 但生意都很好 已經賣得七七八八 海鮮也很受歡迎 蝦賣到160元斤 檔主說經濟好 市民都較為疏爽 買多了貴價海鮮 客人都願意拿著意頭 真的要吃條鯨魚 全年開心最重要是開年飯 街市檔主說希望新一年 不會再有食物安全的問題 無線電視機就在陳淑儀那裡 上環一間海味店 就按照傳統跟員工吃開年飯 老闆希望經濟好轉 能夠帶旺生意 員工就希望有人工加 旺安儀說說 早上八點吉時 老闆跟員工誠心拜神 祈求生意蒸蒸日上 發財好事 在這裡做了七年的華者 早就準備煮開年飯 你又敏絲手 黃除壽手 大吉大利 八送一湯不僅味道好 二頭更加好 象徵年年有餘的蒸魚 Gavi屋潤的魚豬 做生意一定要的,發財好事 十多人碰杯之後 一起起筷,一團和氣 新一年,人人都有新願望 自己身體健康 先當身體健康 香港的經濟,本地的經濟好 我們就自賄好 希望今年的年好一點 一年比一年好 希望人工有加 望就是這樣望 賺到錢就自然加,加完工 不用擦聲 傳統中國人在年初二 吃一頓豐富的開年飯 希望新一年事事順利 開開心心 無線電視記者,黃安業 今晚八點 維港會有煙花會演 天文台預測有幾陣微雨 雲層較低 市民外出觀賞煙花時 最好大備雨 多雲有薄霧 有幾陣微雨 風方面來講 是吹些黃會節清靜的東風 我們相信到今晚煙花會演期間 如果市民在維港兩岸 其他比較近放煙花的地方 相信都能看到煙花會演的情況 也會有幾陣微雨 雨勢來講 我們相信不會太大了 不過如果市民覺得有需要 其實大發車也很安全 當局估計 今晚會有40至50萬人 到維港兩岸觀賞煙花 艾曼開始有封路的措施 詳情由黃大軍報答 為了方便市民前去看煙花 警方會在維港兩岸 實施多項風怒措施 紅磡繞道會在下午5點首先封閉 而尖沙咀多條街道 也會由6點15分 劃分為行人專用區 而橙色的街道會在8點封閉 方便市民在欣賞煙花後離開 而在港島 由中環至灣仔海旁一帶的街道 6點半開始不准車輛駛入 而紅色的街道就會在7點封閉 而維園至則如沖一段東區走廊西行線 也會在煙花會演前的5分鐘封閉 多條巴士路線要改道 渡海小輪也會在煙花會演期間停航 地鐵就會加密班次疏到看煙花的市民 警方呼籲到維港兩岸欣賞煙花的市民 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並且遵照在場警員的指示 無線電視記者黃大溫報導 走 走 走 感谢观看